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你們知不知道我在哪兒 我在怡保 剛剛下了一場雨 因為我要拍視頻 給你們看 因為行青我已經來了 但很多地方都封山 都不可以拜祭 有些地方就可以拜祭 很多人都問 如果是行青那時候 不可以 即是說用白雞 用白枕雞來拜祭 要怎樣好呢 是不是肯定要用白枕雞來拜 那我跟大家說 因為現在我就在怡保 下個星期我就會在檳城 這樣我在怡保 就跟大家很多粉絲 我出門做事 去到哪裏吃飯 遇到很多粉絲 都很感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很簡單 教大家一件事 如果行青的時候 或者在家裡拜祭祭 首先 真的沒有白枕雞油 怎樣搞呢 可不可以用其他的 即是說 爐雞 燒雞 燒雞 燒鴨 爐鴨 燒鵝 甚至乎叉燒 或者是說露味之類的 其實是可不可以 或者是說 用劇FC 家鄉雞 來拜祭先人 是可以嗎 其實我跟大家說 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 不需要為了這件事 煩惱 如果是說 你們真的買不到白枕雞 來講 你們是可以的 簡單一句話 如果是說 雞是否真的要斬下去呢 是否斬建呢 這樣 最好就是 圓隻雞 整隻雞 來拜祭 你們收不收到 所以說你們要記得 其實沒有白枕雞 依然可以用燒雞 爐鴨 爐雞 還有燒鵝 燒鴨 那些全部的製品 還有叉燒 還有家鄉雞 或者是漢堡包 麥當勞 什麼都好 都可以來拜祭祖先 無他的 不過如果你的祖先 他喜歡生前吃什麼來講 你又買回你的祖先 生前喜歡 打個比喻 榴槤 或者是 尖不得傾 或者是貓山王 或者是月子味榴槤 有沒有聽過 或者黑刺之類的 或者D24種 都是可以拜祭的 不過最好 如果行車 我們來拜祭祖先 那時候 那隻雞最好 就是圓隻 不要斬 但是斬了 師傅 怎樣好 我去街市那裡 街市買隻雞 家裡沒有燒雞 沒有殺雞 我去到雞帆檔 我賣整隻雞 但是我斬見了 可不可以來拜祭呢 依然可以拜祭 是沒有問題 這樣子 我又不想浪費這麼多錢 買一隻雞 因為買一隻雞 都要六十多元 現在都很貴的了 那怎麼辦呢 我可不可以買雞給 或者左給 或者右給 不過不是大給 不要死蠢 這樣子 如果買雞給你拜祭 可以不可以 依然是可以的 所以希望大家要知道 但是要記住 你可以拿個碟 紙碟什麼都可以 你擺放紙碟那裡 這樣去供奉祖先就可以了 收不收到 所以其實 什麼祭品都可以拜祭祖先的 最重要你要知道 你的祖先 生前喜歡吃什麼 通常一直來 以前 之前你知道的 生活比較艱苦 很多 我們以前 早期就點心 是吧 大包 糯米雞 之類的東西 還有白枕雞 來來去去都是差不多的 甚至祖先喜歡吃豆腐花 你也可以買碗豆腐花給他吃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留意了 叉燒那些 整條拜可以不可以 燒我整隻拜 或者叉燒斬了一片片 剁了它 或者燒我斬件 或者燒鴨斬件 燒雞斬件 燒雞斬件 可不可以 完全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要記住了 還有呢 很多人都說 哇 擺了那些雞好不好吃 擺了那些祭品 盡量避免 因為你知道 很多你知道 一部份 有些子孫又沒有來拜祭 這樣你就因人異議 看你地外不可以吃 盡量避免不要吃 因為你都知道 有些 是吧 微氣投胎的 有些鵝鬼也在於樹 有些山就沒有人去拜 早期的山 那些子女就移民了 都會有很多很寂寞的朋友在樹 有些陰陽的人看到 哎呀 那條牛在那裡 imagination 那些食物 你們看了 好 所以說呢 如果是拜祭的來說就OK 是沒有問題的 第三件事呢 我想再說一件事 一隻雞 如果你有三柏山來說呢 OK 即是你要拜三個山 太公太婆 或者其中一個長輩 或者拜四個山 太公太婆 阿公阿婆 有些拜爸爸媽媽,打個比喻好嘛 一個是六座山 那這六座山,是不是要六隻雞呢? 是不是一座山一隻雞呢? 或者是一隻雞代表六個山呢? 都要愛他得不得去拜祭? 這件事很多疑問 其實來說是沒有他的 一隻雞呢,你拜一個墳墓 你可以連續拜幾個都沒問題 如果你捨得的 那你就拜完祖先,雞就留下 那你另外一隻,你就拜另一個祖先 都是可以的 但有些人呢,你知道的 喂,一隻雞不是啊,大哥 行個清明來說 都要浪費一粒水 一千元,哇,荷包出血 自己又沒有能力,怎麼搞呢? 其實有一隻雞 一個雞腿可以連續拜幾個祖先的山頭 都是山份,都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無需要拘謹 不過呢,最重要是留下一樣什麼東西呢? 知不知什麼? 你可以發高買多幾粒 或者是蘋果,或者橙,或者是茶果,紅菇之類的東西 這樣你拜完了呢,燒肉你可以拿走 一隻雞腿可以拿走 這樣你留下一碟水果 或者是蘋果,留五粒擺字去 放在桌子那裡,就可以了 即是每一個山你留一樣東西 即我們叫製品 你留什麼製品都可以 即是留一樣製品在那裡 明白沒有? 這樣有來有旺,有衣食 那你就找補食 所以大家要記住 有些人拜了拿回家吃好不好? 盡量避免不要 因為你知道山頭 因為我們燒金紙來講 紙錢我們叫金銀紙 這樣很多灰塵都未必健康的 吃下去 因為有邋遢,髒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要記住,好不好? 所以到最後一個山來講 那隻雞就留在最後一個山 也不要拿回去 如果你們依然拿回去吃來講 就因人異議了 就要看你自己了 好不好? 好了,今天跟大家講到這裡 我們後會有期再談 OK,拜拜